烧大鹅一定要肉质紧实有嚼劲 干香浓郁 没汤汁 装盘之后呢盘底只能溅到一层浅浅的油 今天呢 跟大家分享一下它的做法 大家好 我是彭光燦 欢迎来到我的课程 今天呢 跟大家分享一个酒店里面的特色菜 红烧大鹅 第一步呢 我们来先将它呢 拆卸分割 烧大鹅 我们烧大鹅这个块一定要剁大一点 烧出来呢 它才会比较干香 不见得看得特别有食欲 这个块不能做小 先将脖子 额翅 屁股上面的油的比较多 这个油呢 把它去除一点 怕麻烦的同学呢 可以交给这个卖鹅的商贩 你告诉他 让他把这个块剁大一点就可以了 鹅头呢 从中间一分为二 烧这个鹅呢 一定要用老鹅来烧啊 子鹅烧出来肯定没有老鹅香 辨别老鹅的最好办法呢 就是看那个大顶子啊 它有一个 一个大个蛋呢 就说明这个鹅的连线越长 这个大鹅分割完成之后 我们加入清水 用这个清水呢 去浸泡一个半小时 这一步的目的是去除 这个鹅中的残留的血水 还有去腥的效果 这样呢 我们烧出来这个鹅呢 不腥 而且颜色也特别好看 好 在老鹅浸泡的同时呢 我们来准备一些 材料 首先呢 是葱姜蒜 是必不可少的 这个蒜头呢 我们用刀呢 把它拍散一下 然后呢 我们用到的香料呢 也非常简单 就是八角花椒 还有干辣椒 因为这个老鹅呢 它的本身的肉也非常香 我们在烧制的时候呢 就不需要再加入别的香料呢 再覆盖它的香味 就一些花椒呢 主要是增加麻度 还有这个八角呢 可以增加一些这个香度就可以了 干辣椒呢 能吃辣的同学的多放一点 不能吃辣的同学少放一点 鸡精味精 增加鲜度的 盐 白糖 一罐啤酒去腥 老抽 上色的 芝麻油 我们在烧制老鹅的时候呢 一定要用菜籽油 我们用菜籽油呢 煸炒的更香 还有这个最后的生抽 一些辣椒 是增加颜色的 准备好之后呢 下面我们来上锅操作 接下来我们点火起锅 锅中加入适量的冷水 给肉类食材焯水呢 我们一定要冷水下锅 这样呢 才能更有效的去竹 肉质体内残留的血水 将浸泡好的老鹅直接加入锅中 我们开大火迅速的将锅中的水烧开 在烧制的时候呢 锅中会有大量的糊沫出现 这里呢 是残留的血水 我们一定要把它打捞干净 这样呢 我们烧制出来的老鹅才会不腥 而且在打捞糊沫的时候呢 我们从锅中没有开的时候就开始打捞糊沫 这样以来更容易判断这个锅中的糊沫有没有全部的把它煮出来 糊沫打捞干净之后 我们再一次煮至30秒 就可以将鹅肉捞出 控水备用 下面呢 给大家近距离的看一下这个鹅肉 经过的冷水泡和冷水下锅焯水 现在的这个鹅肉非常的干净 怎么焯都好吃 接下来呢 我们将焯水的锅洗干净 再一次的点火起锅 我们将里面的水分全部把它烧干 一只大概七斤多种的大鹅 我们加入一勺菜籽油 加入菜油之后 我们开大火 先将锅内的菜油烧热 这一步呢 非常的重要 一定要先将菜油烧热去除下菜油的腥味 这样我们烧制出来的老鹅呢 就没有这种菜油的腥味了 直到呢 锅中冒清烟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将老鹅控水 加入锅中 下一步呢 没有菜油来煸炒老鹅 这一步的目的能有效的去除老鹅中的水分 炒干水分之后呢 会让老鹅更加的干香 在这里呢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一定要用小火慢慢的炒 炒至老鹅的皮肤冒油 而且呢 这个肉质呢 有点微微的花黄 炒干之后我们加入葱姜 然后是八角花椒 加入之后还是需要不停的煸炒 将锅中的香料 葱姜的香味啊 八角花椒的香味啊 全部把它炒出来 炒至直到我们用鼻子可以清新的闻到这个香味的时候呢 就可以了 下一步呢 我们加入老抽 上色增味 一只六到七斤种的老鹅呢 我们大概加入二十到三十个的老抽就可以了 颜色不要太深 加入老抽之后呢 我们还是不停的翻炒 这一步的目的呢 我们是看一下这个锅中的颜色 稍微的有一点颜色呢 就差不多了 再加入点老抽 增加底味 而且呢 还有提鲜的效果 下一步呢 我们就可以加入啤酒了 加入啤酒的目的是曲心增香 接下来我们加入清水 加入的清水的量 让它和老鹅保持一瓶 这样呢 是最佳的 如果说家中没有高压锅呢 硬煮这个水呢 就要多加一点 至少要高于老鹅五厘米以上 像这种大鹅我们硬煮的话 最少要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 甚至三到四个小时的老鹅呢 都有可能 最后呢 再将干辣椒加入锅中 能吃辣的同学多放 不能吃辣的同学少放 再加入一点食用盐 增加底味 加入一点白糖呢 中和一下酱油中的咸味 下一步呢 我们开大火 迅速的将锅中的水分烧开 烧开之后呢 我们上高压锅来压制 高压锅压制呢 我们要注意一下时间 鹅肉呢 一定要不要压的太烂 时间上呢 我们先尝试12分钟 再老一点的老鹅呢 也就是16到18分钟都差不多 将高压锅的盖子盖好之后呢 我们再加上高压锅的排气帽 在这里有的同学肯定会说 高压锅压出来的肉呢 肯定没有我们硬煮的香 只要时间掌握的好 出来的效果是一样的 而且最主要的是节省时间和节省原材料 我今天做的老鹅呢 年份比较大 压了18分钟 我们打开锅盖 让它排气 然后我们打开高压锅的帽子 用筷子能插动这个肉体 而且甩不掉 这样呢 口感是最好的 锅中鹅肉的颜色呢 也非常的明亮好看 下一步呢 我们来收汁 将煮好的鹅肉一块一块的挑入旁边的锅中 这一步的目的呢 是为了过滤出里面的所有料渣 让我们做出来的成品更加的干净利索 没有杂质 特别的清爽 怕麻烦的同学呢 也可以忽略这一步 将里面的所有鹅肉挑完之后 我们用米漏过滤出里面的所有料渣 过滤出来这个料渣呢 就可以丢掉不要了 接下来 我们用大火呢 将其收汁 在这里呢 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收汁的原理 就是用大火呢 将里面的汤汁全部的熬干 收干之后呢 所有的香味呢 就会附着在鹅肉身上 还有就是颜色就会加重 在前期烧制的时候 我们加入了老抽生抽 还有一点点的精盐 在后期呢 还会加入鸡精味精 再加上汤汁收干以后呢 这个盐味会更加的突出 所以我们后期收汁的时候 一定不要再去加盐了 在锅中汤汁冒大泡的时候 我们加入适量的味精 鸡精来增加鲜度 不喜欢吃味精的同学呢 可以不放 也可以用少量的鸡汁来代替 因为鸡汁中的盐呢 比较大 所以呢 大家要控制好这个鸡汁的量 再加入一点芝麻油 增加亮度 增加香度 将所有的调料全部加入锅中之后呢 这个时候我们也需要开大火了啊 在开大火的同时 我们左右手要配合着 右手不停地晃动锅体 因为这个时候是最容易粘连锅底变焦的 汤汁快要收干的时候呢 我们将拍好的蒜头加入锅中 如果特别能吃辣的同学 在这个时候呢 可以加入一些小米辣椒在里面一起收汁 蒜头为什么要最后晃 因为蒜头呢 比较容易煮烂 如果是前期和葱姜一起加入的话 这个时候的蒜子呢 就会成为糊状 不仅达不到增香的效果 而且还特别的影响这个后期汤汁的收汁 收干的汤汁呢 就会和酱糊一样 大约两分钟左右 锅中的汤汁呢 基本上已经干了 我们再撑几额的时候呢 它流出来的就是油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出锅装盘 上桌食用了 同学们在家操作呢 需要注意一下几点 第一呢 就是老鹅一定要泡干净血水 第二呢 就是焯水的时候要冷水下锅 第三就是没有高压锅的同学呢 一定要用小火煮制 煮制的时间要根据老鹅的大小自己判断 用高压锅煮制的同学 先压制12分钟看效果 然后根据效果去增加时间 此菜的关键点就是最后收汁 我们盛入的锅中呢 一定不能有汤汁 只能看到一层浅浅的油 这样呢 一道菜才算成功 最后呢 再把青椒用鹅油炒熟 盛在鹅肉上点缀颜色 非常的鲜艳亮丽 那么本期的视频呢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你百忙之中观看我的视频 请给我点个赞 加个关注 谢谢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谢谢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